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比赛中他多次用夸张的cross over过掉对手上篮得分 今天我跟彭哥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关于体前虚晃的训练方法 首先伟绍选择了从后场持球快速推进 推进到前场之后 遇到防守人的防守的时候 他选择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cross over 体前虚晃最后完成过人上篮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几种体前虚晃的一些训练 第一部分我们先练习一个体前变相虚晃的一个 行进间小幅度的一个练习 我给大家做个示范 一步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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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遍稍微幅度大一点的 大一点幅度的 第二部分我们为了大家练习一下行进间的速度 有一个对抗性 所以我们选择一个有阻力的一个行进间的一个cross over的一个应求训练 我顶在潮方的两个肩上 潮方做这种cross over 来 下来 三 好 右手 右手 大力运球 收起地儿 大力运球 大力运球 速力快 大力运球 第三部分我们用70%的一个速度 做一个半实战性的一个训练 就是你运球 从三分线运球 想象这里是一个防守人 做cross over之后 完成上来 之前我们三点的训练都是为了最后的一个整个动作作为伏电 下面我们讲一下整个动作的一个要点 第一点 就是你要有一个快速的行进间的一个运球 中场到这里要有个快速的运球 第二点之后 注意点就是 当你遇到防守人的时候 不要提前减速 比如说潮方在这边 如果我在这里减速的话 做提前面向的方向 防守人很容易判断我自己的这种 变向的这种方向 一定要快速运球 运到他身前之后 再做这种变向 身前离得越近 它越难反映出 我下一步要向变向的方向 第三点就是要你做cross over的时候 一定要降低你的重心 降低你的重心 如果你直腿做的话 永远幅度都不会大 如果你想加大幅度的话 要降低重心 第四点就是 过人了之后 cross over之后 要有个护球 护完球之后 完成最后的上篮 加速 左边 刚刚我跟大鹏 给大家带来了行进间 体强虚晃的训练 希望大家在比赛中多多应用 抓住快攻中 一对一的机会 也希望球迷朋友们 能够跟我们一起 在一球APP里面 进行训练 我们在一球APP里面 也会有更加多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训练内容 也欢迎大家关注 一球微信公众号 随时随地 获取更多更专业的 篮球教学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下期见